我們今天離開弘大 去釜山 我們去釜山之前就來了首爾這個大閘鞋轉車 但在未夠早上搭KTX之前 我們就來了這間日本餐廳吃飯 今天選擇日本菜 我都說是日本 但是... 不知道 它的菜單全部都是韓國的 是日本菜來的 你叫什麼吃? 好像整塊麵這麼大 看照片 看照片 好興奮 你以為等得久不久了? 應該很久 他也做好了 好 先吃飯 待會上車 哇 很棒 快點回來 我要搭的 哇 神經病 旁邊有飯嗎? 還是沒有迫力? 很癢 龍芝士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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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等了 他還跟拉絲一樣來的 哇 那邊默默表示 少年太年輕了 終於搭上傳說中的KTX了 即是由首爾去釜山的高速鐵路列車 為何說是傳說中呢? 因為之前有一套很紅的電影 《屍殺列車》的故事背景 就是發生在這架KTX上面 看看這個大香里多無聊 連摺桌也玩一頓 我們到了虎山 哇 這裡沿潮和首爾的天氣是不同的 第一是在地區運動 第二呢 它的天氣很像是清潔 你看 天氣是藍 剛剛已經到地區站了 找到我們要住的B&B的位置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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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in 好 這裡就是我們虎山的家 一進來 立即看到一個超美的落地玻璃 不是 落牆玻璃 首先左邊是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然後洗衣機 右邊就是廁所 嘩 按門給一個落地玻璃 嘩 都是分開馬桶 人浴間 很乾淨 新的屋子 全部都是 一進來就這麼香味 然後這個就是廳了 嘩 那張好像很舒服的床 然後電視呢 就在左右兩邊 你還怎樣嗎? 你還好嗎? 你還好嗎? 嘩 嘩 嘩 看看景 你看到海的景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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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裡雖然不太高 但是景都超美 超舒服 一望無際 嘩 還可以開窗 然後窗旁邊呢 我曾經有一個這樣的茶几仔 跟他很認同 嘩 為什麼這麼舒服啊 拍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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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在這裡就拍MV 拍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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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這個螺旋大橋 是洪水外面的兩倍 三倍那麼長 因為剛剛打完KTX和沙漠 已經三條比四 所以我們現在搭的士 拍MV 哇 這個是螃蟹 這樣下降到了海運台之後呢 我們第一站就去了一間Cafe 那裡坐下喝杯飲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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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大海巾 嘩 好美 好美 整幅畫的樣子 看出去 嘩 出來了 嘩 嘩 嘩 我們在這裡 買點東西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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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整間都好帥 好 我們看看喝什麼 在下面上來這個 嘩 嘩 嘩 我們就是出來這個地方那裡 喝咖啡 吃Cac 看風景 嘩 嘩 這裡還有一些像波希米亞風的帳篷 來給人打卡的 雖然很美 但現在不怕老實跟大家講 也會洗到絲巾 嘩 眼花的東西 嘩 嘩 還可以在這裡很Chill 哇 哇 月亮 哇 月亮也出來了 在這裡真的非常輕鬆 但是基於現在天氣很冷 還有我想時間比較晚的關係 已經沒什麼人了 去完cafe rooftop之後 我們就來了釜山這個著名的 高空觀光吊車 sky capsule 小心水 哇 過不了 哇 煙花那裡有人在放 在這裡買texas 在這個sky capsule 剛剛在這裡買完票 然後就直接可以出來這個月台等車了 這個月台超業深的火爐 全世界都控制了 站在這個火爐 很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快點 火汁 快點快點 快點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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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個 不知以為是火營營的 原來這是一間鎮的營車 這個Sky Capsule 最大的特色就是乘客座位 不是向前面 而向窗口旁邊 如果你看日落的話 一定更加美 剛去那個Mipo 落了斜 然後我們進來吃海鮮的店 但是整個菜單是韓文的 我們就用烤焗的反應年糕 可以買到東西 連那個伴侶的叔叔都不懂英文 完全感動 看看我們來的有多大粉絲 看看我們的伴菜 我想說來到虎山 這個靠海 伴菜都是巴 的地方 伴菜有兩隻巴 湯魚 這個魚 一個未知的地點 對 嘩 這個套餐還有食彈和海鮮煎餅 吃一吃一吃 芝生 魚生 嘩 這裡有些腳 對 這是魷魚腳 嘩 嘩 魚豉同士 在這裏 想問我那條 煮的 有很多 煎餅 吃一吃 魚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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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魚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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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侍應叔叔,就算不懂英文也盡力服務我們 謝謝你 一粒中文字都沒有 幸好我認得我要吃的東西 我們已經下單了 來到這間吃中國菜的餐廳,So call 終於有些中國筷子 不是銀色的扁筷子 感動 來囉 大生意 香菇 雖然始終是兩關我炒蠻 好像很辣 但好像很辣 另外一個 不辣 我要做門餐廳 來,門餐廳 不辣,真的很香 還要有些海鮮味 對,一點點的,有些就很辣 對,之前我們吃過一個海鮮 很辣 嗯,這個湯很辣 下一集我們去了金村和文化村 這麼多人 這裏曾經是韓戰期間的難民營 但是經過活化之後 變成了一個打卡點 連Running Man也是來這裡取景的 由市區過來 我們首先要搭地鐵 然後再轉巴士上山才來到 真的攀山攝水 正如大家所見 這裏除了有著名的韓國村打卡點之外 原來我還有不少特色的小商店 有買的食物 也有買手信 非常適合一家大小 或者情侶拍拖來這裡 散散身放鬆一下 我們走到差不多 還看到一間很有趣的 即影即印的木畫店 當然要買一張榴槤 好漂亮 金村洞 對時一樣 可以站在那裡 想節省少許旅費的話 在離開金村洞文化村的時候 還可以沿著大馬路 一路慢慢向下落坡走回落山 可以感受一下鼓山的地道風情之餘 還可以當作運動 轉眼間釘 我們已經落到地下的大馬路 這個是宅家旗站 我們又是時候賺食了 這次要去吃 好野味的烤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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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來吃烤腸 看宅家旗站 好野味的烤腸 好野味的烤腸 又吃了 接著一來的前菜店 竟然是有頭 清洗了 好野味的烤腸 還有芭蕉 無限的蒜 還有大豆芝士 我還有一隻芭蕉 挺美的 紫薄蝦腸 可以不可以 又來了一隻米的雞 原來是要倒進去 搞了一輪東西靠我姐的功力 不肯離開這個芝士